五国的抗疫战持续直起 卫生部长表明放宽管制 不能够只看单日确诊 另外有分析员指出 外交部长西山和国民政府保持距离 何出此言呢 欢迎收看6月14号的百个大世纪 那么大家收看这期 不要忘了按赞追踪我们的专页 晚上好我是醒龙 我今天新增加4949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是从5月18号以来 首次降到了5000宗以下 确诊病例有所下降 难免会让人理想到了 房长伊斯麦莎比利昨天的一番话 他表示如果国内的官病 每天确诊病例数下降到4000宗 政府将重新评估 从6月1号起实施的行管令3.0 那么来到今天 卫生部长阿哈巴巴则是说了 行管令3.0的SOP是否放宽 将依据四项因素而定 并非只是以单日确诊病例为基准 能复杂尽病例为基准备活动 他指出了 以上四大标准将协助当局 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 包括加速疫苗的接种 那么我们说到了疫苗 科医及革新部长凯里也表示 截至6月11号 全国接种了超过422万剂的疫苗 当中的43万剂 是由私人诊所的医生所接种 那么政府预计到了7月 私人医生每一天可以接种 14万5000剂的疫苗 在全民抗疫的当儿 有一些政府部长就被民众抨击 没有做工 但联邦直辖区部长安约莫沙受访的时候 就喊冤了 表明这个指控毫无根据 并指出现在的内阁是有在工作的内阁 比之前的内阁更加冷静 而且直到今天 公布政府仍然坚持维护人民和国家的福祉 他形容 虽然现在的内阁是来自于不同的政党 但从工作方面 不曾发生过争执与意见分歧 而且政府已经决定不聚焦在政治 将人民的生活摆在首位 我们来换个焦点 外交部长昨天是呼吁国务政府警惕官僚作风 以免妨碍国际援助和合作 拖慢了防疫的工作 但公正党宣传主任 三苏伊斯干达就好奇了 西山木丁过去不曾评论外交事务以外的课题 然而自从被点名为取代木有丁的首相人选 才听到西山议论防疫政策愿意开进口 三苏伊斯干达也质问西山木丁所批评的官僚作风 究竟是指谁 是凯利或者是诺西山 三苏伊斯干达也希望这一名后任首相会发挥角色 促请木有丁尽早结束紧急状态 重启国会回复民主 另一边乡 行动党的秘书长令官英抨击国民政府的拙劣处力 以及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的管控不善 只会将矛头指向所有人而非反思己过 倒是西山木丁有点不同 公然敦促国盟要从抗议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那么林官英也说了 国盟政府是时候成长为他们的错误负责任 并停止他们的鸵鸟心态 除非国盟政府承认他们出错了 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纠正错误 另外马大的社会政治分析员阿旺阿兹曼认为 西山木丁批评政府的言论是罕见事件 显示他正在和国盟行政保持距离 根据今日自由大马的报道 阿旺阿兹曼相信 如今西山批评国盟的举动 可以视为跟首相候选人传言有关 连带还和巫统党选以及下届大选有关联 阿旺阿兹曼直言 西山可能想借此来确保自己获得草根支持 公正党总秘书塞夫丁早前是谈及了大帐篷的概念 让包括巫统在内的任何支持改革议程的政党加入 但行动党和诚信党却反对了巫统 虽然如此 公正党加普国会员阿杜拉沙尼 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的时候就直言 西蒙和巫统近期有达致合作的可能 表示如果巫统脱离国盟政府 则西蒙应该把握机会考虑合作 但身为安华忠实拥护者的他强调 这是他个人看法 他不介意巫统支持新政府 甚至是成为新政府的一员 但他希望行动党参与其中 他表示了 政治里头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是朋友 与巫统的合作协商 可以发生在8月紧急状态终止之后 或者是下一届大选 最后祝福大家 段落安康 更多的新闻内容 记得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再会了 想了解SPM以及OLEVEL 之后的升学道路吗 欢迎参加6月12到13号 19到20号的双微虚拟开放日 小请可浏览 admissions.sunway.edu.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